被歹徒持枪恐吓,被绑架勒索重金,孤身遭遇抢劫 一夜之间,关于孙燕兹在埃及遇袭事件的新闻充斥着整个娱乐版面 2月26号,亚洲歌坛小天后,孙燕兹在埃及拍摄新端集《逆关》与当地民众发生金钱纠纷 孙燕兹被逼支付20多万元的费用,险心遇害 事后,工作小组与大使馆取得联系后,并得到帮助赶回台湾 孙燕兹在台湾的经纪公司,也就是他的新东家CAPITAL 于27号正式举行记者会,宣告公开声明孙燕兹目前处境 谢谢大家关心这个事情,那首先我要先跟大家报告 昨天在埃及当地时间,孙燕兹睡觉之前,我有跟他在通一次电话 那他不断地在强调他心情已经比较平复,而且是很平安的 所以请你们今天把最重要的highlight放在,他现在是很平安的 然后因为我们公司整个亚洲所有的公司都收到无数隔離 我们今天网站都塞爆了,都在询问燕兹的平安是否 那我在这边再次想到他非常非常的平安 他跟他的妈妈,跟他的家人,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在过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会准备上飞机 然后会前往杜拜,从杜拜准香港,然后立刻赶回台湾 没有被软禁,其实他们其实就是以言语来做恐吓 然后可能我们也不,我们现在也在查说他当时讲的那些 让我们会觉得我们还没有安全感跟身具威胁的话到底什么意思 那只是当我们参与公司得知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第一选择一定先保护艺人跟工作人员的安全 因为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的确我们也刷了蛮多的卡 尤其是刷卡的,刷卡的那个卡也是跟燕姿借的 所以燕姿的确是刷了一些钱 大概金额是多少 大概二十多万 但是当时刷的时候是因为他说 那个是因为我们要拍摄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缴那些钱 不过所有的细节 我希望等燕姿跟工作人员回来之后 他们在机场的时候再跟大家报 因为很多的细节 其实我们在台湾的同事我们也都不是很了解 预计花费千万来制作的MV 却为了区区几十万经费而发生纠纷 经纪人当众声明并没有遭遇持枪恐吓 却一再强调要等燕姿登上飞机才说出真实情况 在逆光中誓言永不放弃的他 却在遭遇抢劫的第一时间马上返回台湾 此次事件让媒体们不得不怀疑是他们的炒作手段之一 新加坡大使馆来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带警方的 那我相信应该有知会 但是因为因为他是他没有正式的做非常强制的给我们软禁或者是抢前的举动 所以其实我相信还没有到警方介入的阶段 只是大使馆的人因为非常非常关心孙燕姿 因为孙燕姿是一个新加坡的国宝 所以他们对新加坡的人民是非常照顾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就赶到把孙燕姿带离 就是他们认为危险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描述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所谓的那种警戒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在找我们的工作人员问说到底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已经说因为燕姿到现在还没有上飞机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说恶心讲出来 因为我还是其实我们本来今天也不应该跟大家解释的 只是因为媒体越报越严重 我们认为我们一定要先讲清楚 因为燕姿在还没有上飞机之前 我们不会把真正的状况说出来 因为一定要他上飞机 等待一上罗 我们才会比较放心 因为我认为他现在还是在一个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和当地的导游 跟地培 还有当地的公司 的确我们发生了蛮严重的金钱纠纷 然后对方强势的态度以及在言语上面的威胁让我们十分的害怕跟恐惧 那因为埃及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国家 所以更让燕姿及所有工作人员非常非常恐惧 有估计整个上面都是损失的状况 其实我们的损失当然很流血 我早上也赶快跟我们老板报告一下 但是我们老板跟我跟所有工作人员都一直认同 就是说燕姿跟工作人员平安回来最重要 我昨天下达的指令也是 第一时间说不管机票多少钱 就是要立刻让他们回来 第一时间让燕姿跟工作人员回来 就算重新开票再多五十一百两百都可以 就是让他们回来就对了 所以新专辑的部分也不会收到延误 不会不会不会 那可能他回来之后就必须要在台湾补派 我们会在台湾找个沙漠